914就是海螺水泥 這個朋友是40元有貨的 應該怎樣處理呢? 你想想,上星期四,是嗎? 是星期四,放假簽 這麼大之陰燭,914跌一成下來 市場上有很多大行報告說 就是看探戶水泥行業 你都不走,突然又受多軍下來 今天連688,109那些都一樣追跌下來 短線怎麼看呢? 這些股份,水泥股 他們有一個穩定現金流 我認同大安說的 水泥價格是會走得差 但是這些水泥股 就算水泥價是怎樣差 我覺得不會出現一個蝕錢的狀況 毛利率是會跌下來 但是不會出現到 會有一個負現金流 或者overcapac,產能過剩的狀況 所以長線之後 即是你收到三十多元這些位置 有機會被你捱上去 但是短線一定坐得不舒服 所以我覺得這些你一定要抱長線心態 你沒什麼可以做 那些漂亮的紫色位已經滅光了 就是你看回就是 如果你要走上個星期四 穿三十五元的位置 應該遷就它 甚至如果走了之後 就可以撐低一些 可能三十二、三十一元的位置 才可以再買 未來你現在四十元拿著 由於你沒有滅上 未來即使可以彈 你都沒有條件滅上 所以你沒什麼可以做 我覺得這些水泥股 我覺得到了這個時刻 只要你不是太過重貨的話 拿著船 始終在說股息率 又是同樣道理 有八九厘 當然你四十元買的時候 沒有八九厘 只有六厘左右 原因就是因為市場覺得水泥格格 一旦單槍 營利能力轉差了 那就排不到這麼高的股息 但是打了抵抗給它 這一刻 你買的位置應該坐底都有四厘三厘左右 有得收的 但最多都是收回家鄉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就是你問我理想策略 主意就是走了 再找我去買回 但問題我怕你跟不上 最後就見了八百落車 接著又有個V型反彈的時候 然後錯過了 到時候就想 早知長榨算了 所以我覺得水泥股長線 保持都可以 但是短線走勢上 我覺得試32元機會大 如果你這一刻不走 就下次要止舍位 就32元左右 但是就算32元不止舍 到時候最多都是落到三至頭的位置 捱的 我覺得以目前水泥股的股值水平來說 或者內地那麼多扶持基建狀況來說 短線的板塊只是扯的 特別說水泥股 其實三月反彈仪都在跑人更大 短線追跌 我覺得不要穿三月中的低位 我覺得應該可以守住 要守住 我會這樣說 因為有一個公告 就是說到 安徽海納水泥會收購587海納環保 海納環保的通告是說 從安徽海納水泥獲釋 海納水泥正考慮 可能收購公司更多的股份 所以看到587海納環保 就升5% 914現在跌3% 朋友的問題就是問 其實這次增持海納環保 對914有沒有利 其實沒什麼幫助 你說海納環保現在的股值這麼小 特別說這些水泥股 大家集中看水泥業務為主 所以這宗消息最多都是對587有個小小的幫助 但是市場現在都不會再炒這些東西 就看回587現在的整體市值上面 整間市值100億的東西 最重要就是 其實海納水泥沒有公司 現在持有很大部分的股份 再進一步 做收購、私有化之以此 幫助性不大 你的水泥價跌上升10% 跌10% 影響已經超過了 所以不要說10% 只有水泥價跌5% 都已經有個分別 所以近期來說 你看回整個內房板塊 還有水泥板塊上面的轉叉 這個就是短線其中一個風險因素 但我就是覺得 你如果40多元收到現在 我剛剛說對家庭觀眾 或者很多人 真的星期四沒有走到的時候 這一刻就捱了它算了 抱著一個長線 因為你短炒搞不定 那就唯有長線 長線角度看 就是公司有沒有穩定現金樓 公司的業務狀況 是不是差到很誇張 會不會未來有產能過剩 簡直是要虧錢 要集資等等狀況 整間公司要尖皮拆骨 海螺水泥或水泥行業 又未去到那麼差 所以有得手 但是短線的沽壓 因為其實有很多聲音 說水泥淡貴 要減價 淡貴減價 自然短線沽壓就大了 但問題是短線要走走了 這些位置避開了 走完之後我怕你買不回來 我們怕大家會這樣 所以水泥股是短線 是難搞的 有沒有機會等到 再有扶持基建的政策 914這些4倍PE 稿值比較貴 3323那些 跟水泥格格敏感度高一點 3.5倍PE 當它盈利倒退 50% 都是7倍PE 股息率打一半 還有4厘 這就是我們覺得長線 未必太差的狀況 但是如果你說水泥 真的去到完全滯銷 沒有人動工的時候 其實是有這個情況出現 就是說一些內房 如果未來三四個月都賣不到樓 那還有什麼人動工 那個問題就很大了 恆子就不要說 兩萬點肯定收拾不大 所以我覺得現在說水泥股 短線的走勢上面 是市場其中一個景號 但是我覺得可以看到一兩天 要走就走了 其實上星期四一定會離開 但是你現在這樣 今天四星期四又不離開 又多放棍子 這些位置才離開 我們最怕的狀況 萬一V彈的時候 你又跟不上 所以你說短炒 水泥股是困難的 這一刻 但是如果你是高位拿著的話 我覺得都不賺在耗賣 還有那些內房的扶持政策也多 會好像你說到那麼差 有這麼說 你不要想著扶持政策出來 就一定沒事了 就是說可能扶持完之後 是有些基建項目在 但是問題就是 因為本身狀況很差 只不過就是我之前沒有公開 有些扶持政策又有公開 水泥可能我之前賣不出 現在賣到一點點出來 我還是要竊賣 都有這些風險在 但是我覺得就是 沒有什麼被關注 就是我覺得現在水泥的行為 最多就是 便宜一點賣給你 我犧牲的毛利率 有些少少盈利倒退 但是問題是 我就算有盈利倒退 我的股值還是很便宜 我還是有一個很穩定的現金樓 對於經濟來說 是有一定的防守性在 但是問題就是 股價短線的波動性 真的很特別是 這兩件事是大成交跌下來的 是 那你要 即是短炒 你說你要識鏡 不會建議 大家說到這麼正面 是不是買得了 肯定有些人這樣問 是 那我就覺得未至於 可以先下低一點 但是如果拿著這些位置的時候 其實你問我自己操作 就是我自己有貨 我會走的 然後低位去買飯 但是問題是 我怕大家找不到 就是你問我哪個低位買 沒有人知道 一定是看市況發生了什麼事 之後再去判斷 短炒還是這樣 所以這一刻你炒出來 是要很花功夫 是 即是如果你之前沒有止蝕到 這一刻沒有止蝕到 可以考慮止蝕到 但是 你就預料到一定是上了 是 因為你問我看水來 我又沒有真的看到超級悲觀 是 OK